大家好,我叫张浩,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具有多年的CIA加开发经验 那么以后呢,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CIA加面向对象诚意设计 通过这门课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实现以下目标 第一个目标呢,能够掌握CIA加语言的基本用法 第二个目标呢,能够初步掌握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思想 为什么要强调初步呢,因为面向对象理论是比较深奥的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 并不仅仅是通过学习一门CIA加语言就可以获得的 第三个目标呢,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使用CIA加解决一些相关问题 这个呢,需要大家平时多练,多写代码,一文编程 毕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 我们的课程中呢,有带领大家写一些代码 好,让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进入CIA加的学习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CIA加的历史 CIA加呢,是1980年由贝尔实验室的Benzianis Drostrup 在CIA加的基础之上进行扩充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人,他被身为CIA加之父 大家学习CIA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 不然的话,别人问起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情 在1983年呢,被正式命名为CIA加 我们知道CIA加是从CIA加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他完全加入了C 支持C的面向过程的方法 同时呢,也支持面向对象的方法 另外呢,CIA加也支持范形编程 就在后面呢,我们会介绍 大家已经进入了CIA加的基础 现在就开始学习CIA加 其实从C转向CIA加呢 其实并不是两门编程语言的变化 因为从面向过程到面向对象 是编程理念,所谓方式的一个转变 大家有CIA加的基础呢 可能对于学习CIA加的语法来说 可能会稍微轻松一些 但是对于学习面向对象来说 可能会稍微有一些难度 因为面向对象跟面向过程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所谓方式,所谓方法 在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说 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 那到底什么是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呢? 我们知道 C语言是面向过程的语言 而CIA加既支持面向过程 又支持面向对象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定义 面向过程呢 它是采用字顶向下 分而置之的方法 将整个程序按功能 划分为几个可独立编程的子模块 每一个子模块呢 完成指定的子任务 主过程呢 通过调用各个子过程 来完成全部的处理工作 面向过程呢 比较简单 大家也比较熟悉 那这里呢 我们就一笔带过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面向对象成绩设计 面向对象成绩设计呢 它的英文是 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 缩写为OP 以后大家看到OOP呢 就知道是面向对象成绩设计 我们在后面也会经常使用OOP 来代表面向对象成绩设计 它呢是以对象为基础 以消息或事件来驱动对象处理 执行处理的技术 它将数据和对数据的操作 分上在一起 抽象为类 采用数据抽象和心理隐藏 类之间互相交互 共同构成大型的面向对象系统 现在听起来呢比较抽象 等大家有一定的技术之后呢 离聚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现在大家只需要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就好了 那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 面向对象的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呢是类 类呢是具有相互属性和行为的 一组对象 它是属性和操作的集合 比如说人类 动物类等等 它们都被 都是对现实世界中一些 具有相似属性和行为的一组 对象的一种抽象 类的实力呢是对象 对象呢是系统中用来描述 客观事物的实体 人类中的张三和李四呢 就是对象 第三个概念呢是封装 它将数据和操作封装成一个 独立个体 对外实现隐藏实现细节 实现细移隐藏 而类呢 就是对象系统中最基本的封装单元 类呢将客户要使用的方法和数据 暴露出来 不需要或者是不想让数据知道的 客户知道的一些方法 再隐藏起来 这样的话 客户不知道类内部的实现细节 但我们只要保证 给客户的这个接口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无论是怎样修改类内部的一些实现 都不会对客户造成任何影响 第四概念呢是继承 继承呢 是对现实世界中的模拟 它允许在已有力的记录之上 通过增加新特性 而派生出新的类 原来的类呢被称为基类 新建立的类呢都被称为派生类 而继承呢 其实跟现实世界中 父亲和儿子的这种关系非常类似 儿子呢通过基因继承了父亲的一些特性 同时呢通过基因变异 具有自己的一些行为 通过继承呢 子类继承了父类的 基类的一些属性和方法 这样子类就不需要重新去实现 这对实现可奋用性呢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概念呢是多态性 多态呢是平常对象成为设计中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的定义呢就是说 同一个函数名应对应于 多个具有相似功能的普通函数 这多个普通函数 具有相同的调用方式 不同对象收到相同的消息后 会产生不同的行为 它具有两种形式的多态 一种是静态的 一种是动态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介绍 一个设计良好的OOB系统 一般具有以下特性 可维护 可扩展可复用和健壮性 而所谓可维护呢 就是说软件系统 在投入使用中以后 随着运行时间的延长 后期可能就不符合客户的需求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对软件进行修改 另外呢 在后期维护的人员 可能在前期也没有参与到项目的开发中 对软件系统 整个软件系统是不熟悉的 那OOP系统呢 就能保证 我们在修改软件的时候 能够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 而可扩展性 就是说后期我们在 对软件增加一些功能的时候 能够不对软件架构进行大的更改 就可以增加非常方便的增加一些功能 而可复用性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项目 使用的一些代码和类啊 一些模块啊 或者包啊等等 可以很容易的拿到另外一个项目中去使用 而进状性呢 就是说软件要足够的稳定 出错的几率比较小 下面呢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 面向过程程序设计方法 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的区别也联系 首先呢 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方法呢 是以过程为中心来够多化应用程序 数据和处理数据的代码是分离的 当代码量很大时 就会导致维护数据和代码的一致性很困难 复用的力度比较小 在面向过程呢 一般的复用力度都是以函数为单位来复用的 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中呢 由于封装性和介绍性的引入 使得代码复用很方便 另外呢由于我们复用的代码可能在其他地方 已经被很好测试过 那这个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我们程序 出作的可能性比较小 第三个呢就是说面向对象方法 也吸收了面向过程程序设计方法的一些优点 同时引入一些新的概念 建立更高层次的抽象 面向对象内部也包含了面向过程 比如说我们在设计类中的一个方法时呢 我们就会采用面向一般会采用面向过程的 这样一些原则一些思想等等 下面呢我们来纠正一些误区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面向对象 由于面向过程 这个看法是不准确的 其实在几年以前我也有过类似的一种看法 因为咱们公司呢很多同事呢都是从事于用 使用C来做嵌入式啊 或者是音视频编辑码的一些工作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面向对象程序 我觉得我比他们要高一级似的 其实这是不对的 面向对象也没有并没有优异面向过程 并没有优劣之分 只有是否适用之别 第二个看法就是认为C加等于C加类 这种看法呢完全延续了以前 C的一些面向过程的一些原则和思想 今天使用类将C的一些方法封装起来 这个不是C加并不是面向对象 因为C加面向对象 C加要遵循一些面向对象的一些原则等等 第三个呢 就认为面向对象技术构导出来的软件 一定是比较优秀的 其实面向对象技术使用的好的话 会构导出好的软件 但是如果说不算误用的话 或者说掌握的不好的话 使用出来的软件 一般会比面向过程更糟糕而已 第四个呢 就认为学会C加就学会了面向对象技术 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 学会C加只是学会面向对象技术的第一步 后面呢还需要学习一些面向对象的原理 原则和方法 然后经过今年累月的实践 然后不断的对面向对象有更深刻的理解 那么最后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书籍 我比较推荐的一本书呢 是这本书 是C加 Primer Plus 这本书呢是比较适合初学者的一本书 另外呢 同时也可以推荐 C加成绩设计 是中国人写的一本书 第三本书呢 是C加 Primer 这本书也是比较经典的 但是现在看还不合适 因为这本书是一本大部分的工具书 里面东西比较全 大家拿过来当做一个工具书去翻语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不适合大家的初学者去学 第四本书呢 是C加 Program Language 这本书C加支付写的一本书 适合收藏 里面介绍一些C加的一些高级特情 很多都是用不到的 第五本呢 就是C加对象模型 这本书呢主要是讲C加的内部的一些实现的机制 比如说续航数表 续航数表是怎么去实现的 最后两本书呢 Effective C加和More Effective C加呢 主要是介绍一些C加 常犯的一些错误 一些小技巧 对呀 没事的所以当做一本闲书来看一下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 那么下一节呢 我们那么下一节 我们将通过一个简单的C加程序 来开始进入正式进入C加